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林荣 你 你别哭啊 怎么了 大叔 怎么还没睡啊 你这么晚了干吗去啊 队里有些事情 我去处理一下 这个地儿要去办事啊 早点睡吧 我会尽快地早回来 你早点回来啊 胖子这个王八蛋 我去抽他 你别去 你 你让我去 你放开 你还想我不够丢人吗 他为什么打你啊 他平时其实对我还行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会这样 他这就还行啊 你这是替他开拓知道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单 你这么严重吧 他都会跟我道歉的 答应我以后都不会这样 我想他就是压力太大了 那行 那你告诉我 他今天晚上为什么打你 他今天喝多酒了 我跟他朋友送他回去 他可能是认错人 把他朋友当成你了 所以才动了手 我刚才也是一时激动 才会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走 我去 我就跟他说清楚 你别冲动嘛 你冷静一点行不行 林瑶现在不是我需要冷静 是你需要冷静 你 你赶紧跟他分开吧 我不能跟他分开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我们已经订婚了 林瑶你订婚 订婚还可以 还没有结婚 就算结婚下 他这种人也可以离婚的 我们已经都办过订婚宴了 我爸 我妈 还有我那些亲朋好友 全都见过他 也都对他挺满意的 如果我现在跟他分手 那么我爸我妈 他一定不能接受啊 还有我那些亲朋好友们 他们 林瑶 你考虑的都是什么呀 这些问题 根本就不是问题 如果他们看到你 被打成这个样子 他们会有多伤心啊 你想过没有 你知道我爸我妈 有多盼望我结婚吗 他们一直以为我能跟你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相信 以后都会变好的 林瑶 我敢断言 像这种人 只能变本加厉 你为什么就下不了决心哪 我没这个勇气了周园 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 前两天 我们纪组来了几个年轻 又漂亮的小姑娘 她们总是叫我林姐 林姐的 其实我就是想快点结婚 我 我想快点把自己嫁出去 庞赞她其实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 林瑶 别自欺欺人了 其实你还很年轻 也很漂亮 你应该拥有自己的美好的未来 你不应该这么将就 不是 周园 为什么我的感情路 总是这么坎坷 我已经很努力让自己幸福了 可是为什么老天 他总是在折磨我呢 我母亲 快点 我没事了 朱元 我刚才只是有点不知所措 所以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 我不应该打扰你的 等瑶 你应该给我打电话 今后不管你碰到任何事情 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不管怎么说 我也算是你半个亲人 听我一句话 回去好 好好跟他谈谈 实在不行就分开了 行吗 我答应你 放心吧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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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路你听我解释小路 小路你听我说 小路 你 没什么好说的 但事情真的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样 你什么想说 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忘了我是干哪行的了 这些话还是我们编的 小路 那 那我确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 但确实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样的 那是什么样啊 什么样你们俩都冷冷抱抱了 小路 她 她刚才她确实太难过了 所以 那我很难过呢 你怎么不抱抱我 你松手 你放开我 我不要你抱我 不 那你到底是要我抱 还是不要我抱啊 你 你 你气死我了 正月 你 你孤单 你 你 你辈子不让我去看到你 你消失 你消失 快消失 行 那我先去决定 等你冷静了我再回来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你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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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我了